這300萬 在保險箱裡面 300萬有多少 一個SOGO紙袋 一個SOGO哪一種紙袋 你怎麼那麼熟 有錢人 我補充一下 因為我剛剛這個也很有趣 就是我們昨天在辦公室 大家就想說 為什麼大家都以300萬為一個單位 你記不記得去年陳明文的案子 也是一個單位 所以我們就覺得 實驗的精神 300萬到底怎麼裝 你們就去試了是嗎 就試了 就1000塊為單位的 對 1000塊為單位的 說明有的 按照一些行規 很多人用這種交付的時候 是用2000元的 用2000元 用2000元 體積減半 更少 更少 為什麼現在很多2000元的 搞不好在身上捆一捆 就捆了300萬出去 對 很多2000元的用法 坦白講我們平常日常生活用不到 但是如果說要交付 某些款項的時候 100萬也許是這麼大 但是用2000變一半 對 1000塊的可能這麼多 但是我們手上沒有 只有1000 我們大概去做一個估算 大概就是一種 就是一般百貨公司那種 方形紙袋 所以廠方 大概這麼大那個紙袋這樣 對 方形紙袋 然後大概裝滿這樣 一落一落 剛好一落大概100 100 所以這樣提在身上 大概感覺就是購物 可能女性大概有一些 喜歡購物的朋友 你買化妝品放滿 大概也是這個感覺 對 放滿 好像裡面方方正正這樣 對 方方正正這樣一個袋子 他那個重量那個紙袋撐得住嗎 那個重量那個 你拿兩個袋就撐得住 兩個套就撐得住 這個也有經驗 沒有 我用實驗的精神來做 我好像還沒有看過300萬 電影看過 實際上我也沒看過300萬 以前這個買車也就是幾十萬這樣子 我沒有看過300萬 覺得羨慕想看好不好 來 300萬 在哪裡找到 據說在徐永明家的保險箱裡面 怪了 之前不是一大堆報導說 沒有 他是拿200 100還留著 100進到黨中央的戶頭了 有沒有 有吧 有吧 然後又變成什麼300萬 不 是要給黨中央發薪水的 錢不在他身上 結果現在告訴你 沒有 錢在他家的保險箱裡面 問題來了 第一個 怎麼會在你家保險箱 第二個 誰給你然後你放在保險箱 第三個 給你錢到底要幹嘛 這三件事情釐清 案子都清楚了 偏偏理不清 因為大家說法都不一樣 媒體不斷的滿天飛謠言爆料 來 我們先看鏡頭看 先看鏡頭看 徐永明住處搜出的300萬 是向重要人士借來的 一開始是這樣 前天的報警 重要人士借來的 然後 來 聯合報 加碼爆料 告訴你說 這個金主其實是重量級 本來是人士對不對 變部長 變部長 綠營人士的部長 而且重量級的部長 然後 徐永明說 這個借款當天 包含台術科的這個 廖董事長也在場 然後徐永明說 這個錢是跟學長借來的 本來這個時候林家隆還沒出來 林家隆還沒出來 好啦 大家就想說 重要人士部會首長 又是你學長 東拼西湊建中台大 就林家隆不然還有誰 沒人敢講的時候 然後我們摳摳姐還是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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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種 就說 講白了 就是林家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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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講說就是林家隆 所以 這件事情是怎麼拼湊出來的 你為什麼會聽到林家隆這個名字 是因為 錦州看先講 聯合報講得更清楚一點 摳摳姐 直接告訴你 就是林家隆 但我們要強調 林家隆部長說 哪有這種事情 從來沒有 子虛烏有 再講 再報 我就告你 所以 我們新聞深喉嚨都是針對 已經有的報導 來進行評論 來 玩看 有一種普克白遊戲 叫心臟病 有沒有 大家有沒有玩過 大家就翻牌對不對 不是我報 就是賴老師報 要不然就佑生報 大家來聽看看對不對 喊到6的時候就趕快壓 現在案情變成這樣 各位觀眾朋友 因為偵查不公開 我們所看到的很多訊息 可能都是片段的 又或者是有心人是放出來的 你要參考 但你不要盡興 為什麼 我就先講第一點 到底徐永明家裡 有沒有300萬 大家言之做作了 到底有沒有 我為什麼要這樣跟大家講 因為我剛剛為什麼講 心臟病跟到底有沒有 因為現在這個事情查到最後 不是徐永明報 就是林家隆報 要不然就是北檢也要報了 北檢8月4號的時候 跟大家講什麼 傳說徐永明家裡面有300萬現金 北檢發新聞稿跟大臣沒有這回事 有沒有 時代力量黨中還引述說 北檢已經回答媒體了 根本沒有在家中收出300萬 只有所謂的接了200萬 100萬到黨部的戶頭有沒有 我來幫大家重建 所以我們在上禮拜 相信北檢這個說法 沒有300萬 就是200其中100去黨部 所以你看秘書長還跑去買炸雞 買可樂去給他接風 給他打氣 因為我們相信我們的前主席 結果到底有沒有300萬 上禮拜說沒有了 現在變有了 所以我就說 如果最後證明 真的北檢其實在徐永明的 家中的保險箱或任何地方 找到300萬 而且去北極站的時候 問他說你錢哪裡來的 是不是李恆龍給你的 然後徐永明告訴調查員說 不是李恆龍跟他沒關係 是我跟我學長借的 我的學長就是林插龍 如果他真的這樣講的話 北檢你在講什麼 說謊 你怎麼會跟大家講 你可以跟大家不評論 或是正常不公開 所以我先跟大家講 如果是這樣 光是到這裡北檢就報了 第二個 北檢還要報第二次 我的北檢沒有成見 我只是做分析 如果是這樣 為什麼 因為8月4號 徐永明就交保了 對不對 對 請問那個以證人秘秘就訓 等一下還有林家榮說法 林家榮是否認的 聯合報今天頭版頭小說 上個星期五 林家榮就 北檢有個主任去第三帝秘秘就訓 你可以說什麼就訓 我跟又正喝咖啡 我們只是聊天 你說我們在討論節目有留存 沒有沒有 不是討論亂當 我們只是存在 OK 你可以解讀那不叫就訓 但是林家榮現在名字 被咬出來很簡單 因為他一定是在問 徐永明的錢從哪裡來 或許不是300是500 那個金額不知道 所以你再回過頭來 徐永明被交保的時候 北院他那邊講是 這個契約然後金額不明 有沒有 所以金額不明其實可能 大家都懂了 到底是300還是500 搞不清楚了 所以可能聽到的是200 可是說到又是300 可是300做筆錄的時候 又說是500 所以我想說對不起這段三調 你不要講500 因為我現在只有找到300 這第二個問題 但是我要說的是 北檢是在 上個禮拜五秘密就訓 或是請教林家榮當證人 他也不是共犯 大家知道上禮拜五是幾月幾號嗎 8月7號 對 八八節前一天 已經是徐永明交保後三天了 你要讓這個人交保 可能跟他案情有關 這裡你都沒問 你就讓他交保了 怎麼會這樣 對 怎麼會這樣 如果說這個 我們現在所聽到的 這個過程是這樣 那北檢會有問題 第二個 林家榮會有什麼問題 因為林家榮部長到現在為止 我還是跟大家講 中華民國是無罪貼定 林家榮部長應該是說 林家榮交通部長辦公室 一再跟大家講不是事實 原本說有一個重量級的 副會首長還不知道是誰 然後周一寇周姐講說 就林家榮 現場來賓是蔡其昌 很巧 OK 蔡其昌還補一句說 借錢也還好沒差 怎麼會沒差 如果你有這一筆錢借給他 你有沒有申報 如果林家榮手上 有一筆300萬借給人家 不只是政治的問題說 我是執政黨民進黨的 交通部長 他是在黨黨主席 借錢給他拍款 不是只有這個問題而已 表示你有一筆錢是300萬 根本沒有申報 補一下就不見了 我們現在規定 100萬以上是一定要申報的 你借給人家也是要清楚的 那會有問題 這個問題會延續到後面 林家榮現在這個部長 還能做得穩 第二個 兩年以後的台中市長 還要不要回去選 所以有可能 如果最後出來林家榮的說法 跟他現在對外的解釋 是不一樣的 如果 我剛剛講 每一個我都願意相信 北檢可能也沒說謊事 哪個部分搞錯 我們後續再看 如果是林家榮報了 第三個 如果既不是李和榮給的錢 也不是林家榮 而是 我跟他講 不知道誰給的錢 因為版本很多 因為一開始有傳說 林家榮跟這個 就是徐永明在給錢的時候 是去到台北市 中山北路的一家 女星級酒店 沒關係 每個報都寫了 老爺酒店 那你去那個現場 他說是直接兩個人在場 拿了一個紙袋 但另外一個版本的時候 當天還見了 那個有線電視女王 就是另外那位數位科技的老闆 大家講說因為那個電視台 那個地方系統台 曾經在3月的時候 希望變成拿到新聞台的執照 所以是不是在金雲泉上面 有些問題 所以因為徐永明幫忙 而他給他的一些錢 讓他去發薪水 這個東西可能就會成長徐永明 這可能是另外一個案子 對 是不是 如果是這樣的話 可能徐永明有問題 所以我想不是徐永明報 就是林家榮報 要不然就北檢報了 因為現在收不起來了 最大的一個問題就在於 如果真的是跟人家借錢 不是政治獻金 只是為了黨的經費的話 你怎麼會去年的11月 來 這邊 晚安哥把第一個疑點 來跟我們講一下 你借了這個錢 你又說你是借300 你借來是為了要幫黨發薪水 OK 當然他可能有個說法 就是說我其實已經把錢 拿去發薪水 後來因為政黨補助款 每個月回來 回來以後他又還給我了 這個是安全 我覺得他有很多種說法 但是這叫疑點 回來還給你 剛剛不趕快還錢 回來還給我以後 就因為我有忙 就放在那個子彈裡面 為什麼不還錢 你要看看那個子彈裡面的錢 你又一樣 還是根本就沒動 或是原本是500 所以要是查那個錢 上面有沒有別人的指紋 對 我們現在其實不是 看好戲的心態 在講說怎麼樣 而是說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有很多說法 是還沒有完全明朗的 光是一個我們今天討論的 家中收出300萬 我一開始就告訴大家 北檢曾經是否認的 所以這個中間有很多的貓力 因為我們沒有參與辦案 我們也沒有看到完整的筆錄 所以我們對於每一個基礎 假設的基礎都要是討論之 但是也要存疑 因為有可能會有性的東西推翻 而此刻最新目前 我們今天是禮拜四 林佳龍部長他的說法是 不但沒有借錢 也沒有幫忙處理所謂的募款 更沒有去幫他什麼發什麼 都沒有 他意思是說完全與我們無關 連上個禮拜五去 所謂的救訓他都否認 這一點要跟大家講清楚 林佳龍部長是說我沒有 再來的話我要找律師了 當然他講得很鐵 很死 可是這個別人就直接 周一寇直接就點名就是林佳龍 這中間有沒有什麼 你還有後續 當然你要把他從這個司法東西 走到政治來 因為林佳龍 他交通部長這個位子 跟未來有可能選台中市長這個位子 或許也因為這樣 有一些人也要跟他較勁一下 所以對於林佳龍的這些說法 也未必他是錯的 他可能是 他沒有 有人故意抄我身上坡份 這個大家也不要先下評論 我覺得目前看起來就是說 有一件事情大概可以 我們怎麼講了 這個林佳龍部長講了 這個所有的問題都 不要再胡說了 也沒有被救訓 沒有異地偵訓什麼 第三地幹嘛的 如果有不時的報導 要採取法律行動 要採取法律行動 但我覺得所有事情裡面 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 也不是肯定 對不起 我不能講這個 畢竟法律問題 有一件事情是看起來 比較有輪廓的 就是好像徐永明前主席 都一直在胡說八道 他之前告訴你說 好像這三百萬 是跟什麼李恆龍借的 現在說這三百萬 是跟林佳龍借的 這樣還不用押 我沒有別的立場 我只是說這樣還不用嗎 他前面告訴你是李恆龍 我是跟他借錢 我助理跟他借錢 兩百萬一百萬怎樣怎樣 現在說不 不是李恆龍 其實是林佳龍 這樣子的人在外面跑來跑去 這不是太離譜了嗎 這真的太離譜了 來斯剛說案外案 對 林佳龍部長 可能真的掃到台風圍 也許是因為政治目的 或是卡位 派系 不管 他可能真的是被掃到台風圍了 但他只是案外案的其中之一 因為有人告訴你 當天不死林佳龍 還有另外一個人 另外一個是誰 來 台術科的董作 當天也在場 那這個董作跟 在中台灣很有名的有限電視業者 那跟這個 其實他跟蔡其昌副院長 跟林佳龍 這個前市長 關係都非常好 但是他跟這個林佳龍 現在是部長 比較好 感情比較好一點 那 你看我就說這是一個案子 林佳龍是一個案子 各位 台術科 會不會是案外案二呢 來 心頭殼 我們都要具名 這不是我們歐沒共 這網路上真的有 心頭殼說 捲入三百萬借蛋風波 台術科冒號說 申請頻道變更 從未請託徐永明 這又從法律 收賄 政治 又牽扯回 媒體 案外案 差不多第四個案外案 第三個 來老師 如果又扯到這個台術科 而他本身的申請這個 那個變造案 那麼有涉及到這個立委 甚至涉及到金錢的 那又是另外一個弊案 又是一個案外案 又是另外一個案子 對 但是那個要有證據 而且要由檢察官來處理 不過我們比較關注的 還是這個問題 是因為檢察官 開始偵辦這個案子 而且開始對他們 實施監聽跟監 已經好幾年了 2015已經開始 已經有開始 然後法官也根據檢察官 提出來的這些相關的監聽 因為我們都知道監聽 你都要經過法官的同意 那都已經開始在做了 這麼多年了 從2015一直到現在2020年了 難道證據還不夠充沛嗎 不過談到一個案情最低的 其實也不是最低了 而是沒有被羈押的徐永明 沒有被羈押的徐永明 因為法官說 這檢察官 法官說 有羈押之條件 但是沒有羈押之必要 所以把他放出來了 放出來結果這個人 竟然扯上我們目前 非常重要的交通部的部長 而這個扯上這個 我們目前非常重要的 交通部的部長 竟然也不是檢察官 也不是徐永明所講出來的 竟然是媒體人 跟這個部長的 在地方的民進黨黨內同志的 政治的競爭對手 在對話中被解露出來 這個又很有趣了 也就是周一克問說 是不是應該就是林家龍 而蔡奇商怎麼會要求一個 屏風沒有任何證據 沒有任何證據 也不過就是主持人的一句話 然後蔡奇商就說 林家龍應該要強力的說明 這個要林家龍強力說明 林家龍會覺得莫名其妙 我怎麼莫名其妙 你一個主持人就憑空的 也沒有拿出證據來 就說我林家龍 跟他有金錢的關係 跟徐永明有金錢的關係 而你蔡奇商就說 要我強力的來回應這些事 如果屬實也沒有關係 也沒有違法 這個又很奇怪 這樣整個說法 就把我林家龍 此地物以三百兩 我就被捲到裡面去了 好 林家龍被迫出來回應了 說我沒有 我也沒有這個錢 我當初選舉的時候 的錢也都用完了 我也沒有這麼多的現金 好 那又回到徐永明這邊來了 那徐永明他現在 是被法官規定 不能夠跟外界任何人聯繫 不能跟外界任何人聯繫 可是所有的消息 在外面這樣串來串去 串來串去的時候 我們就覺得 這個事又很奇怪 你徐永明 檢察官應該很容易查出 你到底還有沒有 三百萬以上的錢嗎 不管你在銀行 我們講是你可以流動的資金 而不是被卡死的資金 你可以流動的資金 難道沒有三百萬嗎 一個立法委員當了四年 沒有三百萬的流動資金 而你需要把現金 存在你的保險箱 從這個角度裡面 我們就看到整個媒體焦點 又放在這個林佳龍跟徐永明身上 不過春其兄他所指涉的 的問題焦點沒有被重視 我倒覺得這一點 我們媒體界不能夠輕忽 方向才是最重要 在那裡 中心的感情 我們有一個問題 我們在加熱的地方 我們會有一個問題 我們會有一個問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